在這個星期日 不發聲 有一群人搞了一個 香港網絡新聞工作者聯盟 有一群自稱網媒的人 連同毛孟靜 開了記者會 就這件事 香港就是這樣了 這個世界有什麼議題 有什麼聯盟 多數這些聯盟 就搞了搞了 就叫做代表那件事 但是代表那件事 搞了搞了一段時間 可能慢慢就 又籌款又成這樣 搞了搞了就沒有那件事消失了 好了 Anyway 現在就有個叫做 香港網絡新聞工作者聯盟 有一堆page 接著連結在一起 包括那些什麼 有些什麼的 你有看過那個 什麼蛋蛋新聞 有些什麼媒體是聯盟的 什麼優品 啤梨晚報 不是 有些比較厲害的 你播一段影片來看 那段影片裡面 它有一個牌子 不知道有什麼 逆天行者 有什麼名字 有些什麼蛋蛋俱樂部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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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個 有個 topic 就很搞笑的 就不知道 更不懶惰 那樣 就去討論了那些 page 那些 page 那些 page 的 like 數 和那些 view 數 那樣的 我們看看它說什麼 是 我有一個聽聞 就說有新聞網站 事實是真的 嘗試自己去申請的 就被駁回說 你那個網站 在 Facebook 那個 like 數 都不夠 五萬六萬 就證明你是非常小眾 你就不是大眾傳播 所以就不能加上你的名字 很方便它說它的名字 雖然它都現場 申請這個新聞署 它就會打給別人溝通 你這個 like 在 Facebook 你的網站 那個瀏覽量好像不夠 縱使別人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媒體 縱使它是一個 可能 小眾些 就是小眾些什麼都好 但是不代表它不是媒體 曹操都有資深有 關公多對頭人 你這件事應該交給市民讀者去選擇 不是你去篩選 甚至 那些 那些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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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曹操關語 說什麼 你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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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曹操都有資深有 福利街 你這些環境 你這個陰家 被周星馳在那裡 就兜巴星你 陰家 你說神仙下凡 就算是傻瓜 地獄來的使者 關什麼事才行的 地獄關什麼事 你老闆 陰家 你那個死人燈 頂頭打下來 還不夠神秘 陰家祥 還要說什麼 地獄 你老闆 你滾出去 那些說這些話 然後政府又回應 政府就說 從來都沒有以這個 當然政府這麼說 從來都沒有以這個 來做這個標準 政府官康 說了公佈 政府的新聞發布系統 政府的新聞發布系統 已經有二百多間 已經登記了 而且標準也公開的 就是你有沒有新聞發布 有沒有定期 就是起碼一個星期 有五天的新聞發布 定期的新聞發布 然後有沒有編輯 座底有一個編輯 有一個記者 有沒有在報刊註冊處 上登記 那些 亦都說到 有三十間 即是二百多間 已經登記了那個 發布系統 其實呢 老實說 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那個登記系統 是很寬鬆的 這個真正正說 其實是寬鬆的 而且他也說 有三十間網媒 那廣泛代表性就足夠了 但是 這是政府的說法 我不同意 雖然我剛才說 他相對來說 是寬鬆 但我就不同意 他這個做法 但是我再說一次 這件事 應當如何理解呢 就是 根本就不應該 有任何的資格審查 是為了保障那個 自由的問題 這個就是最核心的 價值的問題 所以呢 但是現階段可以做什麼呢 我告訴你 就是沒有事情可以做的 是沒有事情可以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 那些網絡新聞工作者 就去做一個司法覆核 就去司法覆核這個政府 警察這個決定 而司法覆核的結果是怎樣呢 我告訴你 這些事情罵上法庭 一定是沒有好處的 是一定會扑街的 就是不計現在這個極權的狀況 就是實質上要去處理這些事情呢 就盡量不希望有任何的條文 有任何的定義 可以衍生出來 而事實上 怎樣不希望 怎樣不希望 怎樣可以 怎樣可以令到這些 這樣的條文 和定義 或者這些規章 不會出來呢 很老實說 就純粹就是靠公眾的認可 業界的自律 但是這個話題 我講過很多次了 譬如 之前國立大台講過 再之前雙傑在《大香港》《早上》 或者其他節目都講過 事實上大家是不自律 事實上大家是真的穿著黃背心 拿著記者證出去示威 事實上大家是跑去記者群裏 走去狗 事實上大家是拿著直播鏡 就在這裡屌差路 事實上 事實上在理工的時候 是有示威者自己印了《二月時報》記者證 然後找雙傑 叫《二月時報》吃了他 我不是在這裡屌多次他老母 屌他老母 事實上是做了 事實上也是真的有那些 割爛五金的人 走去印一大批記者證 然後拿出來賣 那你不想仆街 那這些事已經發生了 那這些事已經發生了 然後政府有一個這樣的做法 然後你爭取這個自由 開記者會 說什麼事曹操都有 知心有 智律都包括你開記者會 都開得很好看 大哥 含家靈啊 你找些什麼人開記者會 你怎麼走出來說什麼事曹操 你說什麼事地獄來的使者 神仙下凡就可以了 說什麼事地獄 地獄關我什麼事才行 摸你的街 然後現在就打算去搞司法覆核 好了 一到司法的程序 一到法律的程序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你先不要說香港 是不是司法獨立 我不能跟你說這些 不能跟你說這些 不能跟你說這些 不可以說這些不說話 說這些不說話 走出來 要搞司法覆核 然後你想一下 就算那個是一個司法獨立的法庭 他都不會做到一個判決 就是傳媒沒有定義的 你明白嗎 你想一下會不會有一個法庭 你會不會有一個法庭 就是那個東西 傳媒應不應 傳媒會不會有定義呢 傳媒一定有定義在這裡 但是傳媒應該用什麼來去定義呢 應該怎樣去定義傳媒呢 當我們追求這個新聞自由 我們盡量就是希望那條界線 越灰色就越好 因為越是灰色 越是含運 就越是能夠包容到更多的自由空間 去給予採訪的工作 又或者去給予 一些其他獨立採訪的存在的空間 好了 但是你要搞清楚他 搞清楚他的時候 你想一下 說有沒有可能會出一個法庭的判詞 就是說 傳媒來說這件事是沒有定義的 開一個法庭 要做一個判案 就是希望給予一件事物 去給予一個定義 一定會出一個標準出來的 而沒有一個標準是受大家歡迎的 所以這就是政治的問題 政治有時對於某些事物 就是不可以清晰地去理定 包括平權 包括有一些種族多元 各樣的東西 我們希望給予一個自由的空間 就是政治去到最後不是說公平 是說公道 但是你追求公平的時候 你就需要有或一的標準 這就是很多平權 你就是令到世界變得越來越沒有彈性 你令到世界變得越來越 越來越 條文主義 他一旦有了標準出來 一旦有了條文出來 那他自然就會衍生另外一些不公平 你拿去法庭 法庭斷不可能就是傳媒不應該被定義 不可能的嘛 如果傳媒不應該被定義 那傳媒不就是市民 那你就變成了將公民權利和傳媒採訪權利 混為一談 那就亂了大龍 等於有一個很客觀的狀況就是 任何人都是傳媒 那你開去記者會 那就招待記者 那就招待全香港人 那以後所有記者會 所有記者會都沒有辦法在一個 即是你如果 假設你找了一個場地做記者會 你找了一個室內的場所做記者會 你這個行徑本身就是限制採訪權的 因為任何一個室內的空間 都沒有可能放到全香港七百萬的市民 而如果傳媒絕對沒有定義 那全香港七百萬的市民既是人民 同時就必然是記者 那你竟然去找一個地方 是沒有辦法容納七百萬市民 寄人道做記者招待會 那你就已經是限制採訪權 那你自己覺得這個邏輯說不說得通 當然是說不通 是沒有可能的 傳媒當然是有一個定義 現在問題就是 我們追不追求 有一個法定的定義 我們是不追求這件事的 而且你需要留意一件事 現在政府正在做一件事 用一個新聞發佈系統 新聞發佈系統 是代表他 給什麼的資訊給傳媒機構 他認同 去發哪些 哪些傳媒機構會接收到的資訊 這個其實都不是一個傳媒資格審查 他事實上沒有一條法例 叫做合法傳媒 和非法傳媒 如果有條法例的話 就會變成了有合法傳媒和非法傳媒 現在香港也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只不過利用那個新聞發佈系統 去告訴大家 哪些傳媒是他Welcome 然後再進一步發生的事是什麼呢 就是警察修改了他的警察通例 去怎樣處理傳媒採訪 就是說在一些示威的現場 或者在一些公眾活動的現場 他會根據這個新聞發佈系統 來去確認哪些傳媒可以在現場採訪 這個是剝奪了採訪權利 但這個都不是在法律定義上面 去釐定一個合法傳媒的資格 但是當你去申請 當你去做司法覆核的時候 這個司法機關 這個法庭 就需要就著你的司法覆核 就要去找出一個傳媒的法定定義出來 因為他判案 他到時的判例 就會變成了判了一個法定的定義出來 也就是說 你這個舉動 是令一步一步收緊的採訪資格 進一步 去找了一個更加conquer 的一個說法出來 去定義合衛傳媒 那就糟糕了 就是這個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就是當你做這個舉動的時候 你有沒有沙盤推演過 那個結果會是怎樣 就是無論是你遇到一個什麼的法官 遇到一個什麼的法庭 他怎樣都不可能去做一個判案 就是說傳媒不會被定義 是不可能有這樣的判決出來的 那無論他怎樣判決也好 他都會在法例上畫了一條界 他會做了一個案例去告訴大家 畫了一條界線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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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傳媒 不是這樣這樣這樣 從此就不是傳媒 那你就製造了一個傳媒的門檻出來 你就製造了一個傳媒的定義出來 在一個法庭上面 在一個法律上面 那這件事是不是我們想見到的呢 當然不是啦 我們想見到的是什麼 我們知道傳媒當然有一個定義 但我們希望用什麼去定義 用常識 用社會的共識 那怎樣建立 建設一個社會的共識 就是通過業界的自律 通過業界的專業 的表現 來製造一個大眾的認知 但是 很多的示威者 很多的社運人士 就通過一些不合理的做法 例如自己 自己 勾引記者證 周圍派 例如是 印記者證 打算方便他的示威現場出入 例如是12歲的記者 例如推12歲記者去危險的環境 去進行採訪 然後去令他面對到一些 惡劣的待遇 然後又或者 就是在示威現場 幾百個記者 走去圍著藍絲帶 挽救他 做了這些事情 已經破壞了公眾的常識 令到公眾的常識 令到社會的常識都覺得 這樣下去不行 首先大家搞和了這件事 然後搞和了這件事 那一班人自己去搞一個 叫做網絡新聞工作者聯盟 然後走去搞司法覆核 再進一步在法庭上面 去劃拖一條 更加硬性的界線出來 去爛了新聞工作者 那你不想仆街嗎 那當然是會仆街 那你老闆 我們一樣是受打壓的一方 我們與時報一樣是受被排擠的一方 被打壓的一方 被限制的一方 那但是面對這些狀況 我們會不會出聲呢 我們會出聲 但我們知道界線在哪裏 還有我們知道自己要怎樣 首先做好自己 得到社會公眾的認同 然後公道才會自在人心 現在在社會大眾的人心上面 大家覺得 喂有你們這幫混蛋 這件事不公道 公道的天稱不是放在你那邊 然後在公道失卻的時候 你就去追求公平 那就叫官大爺去評下你 叫官大人評下你 放上法庭 那出來的結果會怎樣呢 可想言之啊 所以 我之前都說了 香港的採訪自由一去不返的 不單是因為 權力的系統去壓制你 而是大家去做採訪的人 大家自己不會生性 那自然是會混蛋 那這個環境怎麼辦 大家自求多福 我待會也要上香 我待會也要幫我自己的記者 幫我們自己的 的伙計手足 我們自己都要上香 我們都要上香求平安 現在就只能夠祈求天佑移民 這樣 這件事是大整股的 這件事是大整股的 整股還未完成 我告訴你 一直搞下去就越搞越大整股 只會向惡劣的方向進發 但是我們都只能夠做好自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如果在我們的範疇 希望多些人 幫我貼訂報紙 希望多些人訂報紙 因為慢慢就會有這些 我之前都預告過 那些審查標準一定會越來越高 一定會越來越多 然後呢 譬如我們印報紙也遇到問題 我們又要轉印廠 也很難搞 之後遲早就看你印量 雖然他剛才在那個記者會說 是不是看like數 是不是看view數 現在未必看 遲早一定看的了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先訂報紙 起碼我們的報紙發行量 報紙的訂閱量 有足夠的support 去告訴別人 我們是得到市場 大眾認可的媒體 去到法庭上面都還可以爭辯一下 如果不是的話 遲些一年爭辯都不能爭辯 去到最後只能夠呼籲大家訂報紙 還沒訂就快點訂 OK 這一節到這裡 我們稍後回來